對不對 那那時候你怎麼辦呢 第二個是他不給你PC 他給你一個大一點的平板 那你還是要把事情做出來怎麼辦 所以這當然是你要去因應的問題 不過目前應該暫時不會發生 我只是說即將發生 所以工作環境當然如果你沒跟進的話 很快的你也會覺得 不過還好就是你還上這個課有接觸到訊息 而且有可能我會有一些新的東西 我會慢慢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接下來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問題一 問題一的需求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打開那個問題一的這個範例 打開之後的話呢 那首先會遇到一個問題說 如果這個流水號我自動要編號 那編號的方法的話有幾種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如果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把這些編號全部都重編 而且要用0 0 0 4位數 4位數啊 如果1的話就前面加3個0 如果10的話就0加2個0 意思類推 那這個地方用什麼方式最快 其實很簡單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呢 函數的方法 還有用VBA的方法都可以 如果今天希望就是說快速幫我編號 那我如果用那個函數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1自己拖拉下來 再給一個編號 不過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這個旁邊有個raw 有個裂號對不對 那你可以取得裂號-1就好了 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函數 就是raw函數 這個raw函數的話 在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你找一下全部裡面 會有個叫raw raw 你打一個raw 這個函數的話 它會去找到 你現在指定的這個儲存格 它return給你的 返還給你 就是它的列號 按確定之後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個是2 它會得到是2對不對 2 但是我這個數字要 是1的話就-1 -1就打勾嘛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我現在的數字要是4碼的話 那當然這個地方 你可以怎樣呢 把這個先減下來好了 那在插入函數 裡面有個格式化的 針對文字做格式化 也不叫test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test 或者直接在這邊打一個te也可以的 那test函數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要什麼 一個value value就是你的值 我的值就是剛剛這個raw减1對不對 然後formate 你可以給它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話呢 你可以給一個什麼呢 給一個0000 這樣子的話呢 它自動會幫我格式化成4碼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把它直接點兩下 這個結果就出來了 這個結果就出來了